两兽一声咆哮 全都张着血盆大口 朝着金炎火鸟的翅膀啊 咬了下去 就听到呼吁声响 金炎火鸟已经冲天而起 两道火翼上 仍是被撕扯掉大片的火焰 那金属兽口中咀嚼几下 竟是丝毫不具备烈焰灼烧 直接把火焰吞入到腹中 韩丽剑子眉头不禁一挑 金炎火鸟的银焰有多厉害 他心中是清楚的 这两头异兽 腹内竟然能容此焰 着实令他有些惊讶呀 不过他也未多看 而是全力催动体内 真炎宝轮逆转 以时间法则之力 与缠绕身外的金色丝线抗衡 将之一点一点的剥离开来 金炎火鸟被吞噬掉 部分火焰之后不惧反怒 高空之中一盏雨翼 猛的俯冲下来 其就如同一团火焰陨石一样 烹燃砸落 顿时腾起了一片炙烈的银焰 将两只金属兽包围 继而火焰旋转生腾 发作一道火焰龙卷 将之淹没其中 银焰龙卷直接九天 旋转带起的飓风 助长了火势 使得里边的温度更是暴涨数倍 两只金属兽身处其中 浑身金光溢溢 体表竟然有丝丝屡屡的 淡金色的雾气蒸腾而出 寒历瞥现这一幕 忽然记起那金属兽 大都为金属性元气凝聚而成 这蒸腾而出的雾气啊 多半也就是如此元气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两声丝毫突然传来 那两只金属兽 在银焰龙卷当中 来回奔跑了片刻 竟然朝着彼此迎头撞上去 就听到砰的一声众响 两只金属兽头颅重重撞击在了一起 一片刺目金光 骤然一闪 便自己额头处横扫开来 当中裹挟着令人生畏风锐之力 瞬间切割开了周围的银焰 两只金属兽左右一冲 皆是脱离了银焰的控制 奔逃出来 银焰火鸟被一战为二 两片火焰立即涌向一起 试图重新融合 但是两者之间呢 却始终有一层金光阻隔 竟是无法合二为一 脱离控制的金属兽 没有去理会金颜火鸟 而是四体狂奔着 冲天而起 张着血盆大口 再次直奔寒历而来 只是此时的寒历 已经挣脱了那些金色丝线的束缚 双目一凝之下 虚空之中朝前猛然跨出一步 左右两臂同时一震 运转着大力金刚绝神通 朝着两只金属兽就砸了下去 一片星辰光芒 自己双臂亮起 两只硕大的拳头 更是弥漫着一层金光 分别砸落在 两只金属兽的额头之上 立刻响起 哼哼 两声巨响 高空之中啊 两团气劲呈 环形 炸裂开来 两只金属兽如同遭到山岳重压 笔直朝着地面摔落下去 直接砸得 整片大地位置一震 韩力飞身而下 先是看了一眼 仍在仕途融合 却尚不能恢复金颜火鸟 继而直追两只金属兽而去 不等他们从地面线下的大坑中爬起来呀 就又是重拳杂落而下 就听到轰轰轰 一连串重拳暴击 韩力的双拳如鱼点一般杂落 大力上轰鸣声联响不断 百鱼拳过后 方圆数十里的地面已变成一片狼藉 韩力这才收了手 生怕再这么无所顾忌地砸下去 整片秘境的根基都被自己砸坏了 然而 当他停下轰击之后 朝着坑底一看 这眉头不仅紧促起来 只见那巨大的线坑底 空空如也 哪里还有金属兽的影子呀 韩力飞身落入坑底才发现 那两只金属兽竟然在地底 打开了一条通道逃走 韩力心神一动与青年火鸟联系起来 走 咱们先去给你报仇出气 之后再想办法抹除那些金光 让你恢复原状 后者闻言 便停下了仕途将另一半火焰吞噬的动作 化作两只一模一样的银焰小鸟 飞落在韩力的尖头 韩力则是一偏那洞口神石延伸进去 既而飞掠而入 通道因为是刚刚挖成 里边颇有些潮湿闷热 到处都是一股泥土发霉的味道 韩力皱着鼻子前行了十数里 前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岔路口 到了路口处 他的眉头不仅一条 发现了一些许的异样 这处岔路口乃是韩力行进的通道 与另一条横贯在前面的通道交叉而成 面前那条通道更加宽大 四壁光滑干燥 显然是早就存在 而并非金属受现挖的 与此同时 那条通道当中有风流动 韩力探手感应了一下 竟是觉得分外的灼热 他神石一扫之后 目光微微一闪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小家伙 这次你可有口福了 而后只见其身形一闪 进入岔路口内 朝着通道左侧 激略而去 通道内起起伏伏 绵延十数里 最终通向了一处 面积颇广的地下空间 韩力从通道口出来 就看到前方出现了一座 方圆足有百丈的 五彩火池 里面赤红黄绿青蓝紫 五种颜色的火焰焦香灰映 从中传出阵阵 炙烈无比的灼人热浪 之前被韩力打退的那两只金属兽啊 此刻就趴在五彩火池的边上 正啃食着一块巨大的金色矿石 没咬咬一次 便有一缕金属性元气 汇入体内 两兽眼见韩力进来 立即警惕地爬了起来 显然呢 是领教了韩力的厉害 没有贸然地冲上来 韩力笑道 怪不得之前能吐焰之火 原来是在这五色火池四周 常年栖息 又保持受火力侵染的金矿 那就不足为奇了 这时候 他肩头上两只金颜火鸟啊 也发现了眼前 五彩火池的不凡 皆是跳跃不停 见得十分的兴奋和急躁 你也发现了吗 去吧 这两只金颜火鸟 得了命令 立刻火翼一展 同时冲向了五彩火池 眼见两只火鸟 同时扑向五彩火池 两只金属兽立马急了 身躯一纵啊 当空跃起就要扑向他们 韩力瞳孔一缩 一声怒吓 给我下来 说完身形 骤然一闪 来到两只金属兽身下 同时两手探出 各自抓住 两只金属兽的尾巴 朝下一扯 立刻就把他们呢 蹬了回来 这两只金属兽 重重摔落在地 身躯猛的一翻滚 爬了起来 扑向了韩力 韩力体内的真灵血脉 运转而起 周身金色毛发 涌现而出 瞬间化作了一头 十数丈高的金色巨猿 两只巨大手掌 同时按住了 两只金属兽的头颅 将只死死地压了下去 那两只金属兽头颅 重重地砸地 身躯剧烈地挣扎 两根肠尾 如鞭乱扫 却硬是给韩力 压得是半点 抬不起头来 韩力所画 金毛巨猿 两只巨长 宛如两只铁钩般 死死地按压在 两只金属巨兽 目光微微闪动 他若真要击杀两兽 那自然是有办法 顶多多费一番周折罢了 只是韩力 此刻有些犹豫 动了想要把这两头异兽 给收入花枝洞天的心思 当成两个护原的灵兽 那也不错呀 正由于之间 两只金属兽的长尾巴 忽然勾结在一起 两片刺目的金光 同时亮起 两只金属兽的身躯 竟然是突然液化 融合在一块 眨眼间化作一头巨大的金火 合二为一之后 金属兽背上的金翅 明显长大数倍 只是与其体型相比 仍是有些不协调 感受到其身上暴涨的气息 韩力不禁点头笑道 还能融合 不愧是至真至纯的 金属性元气所画的天地异兽啊 这金属兽气息暴涨之后 脾气似乎也大了许多 口中发出一声嘶吼 猛地朝前一扑 就要朝韩力撕咬过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遍抖声 其身后的五彩火池之中 火浪剧烈地翻涌 一头巨大无比的火焰怪鸟 霜翼一震 从中一飞而出 一只巨大的银色鸟绘 朝着下方猛地一啄 韩力话音刚起却已经晚了 别 那火焰怪鸟的肩灰 已经把金属兽啄成两截 接着鸟蛇一卷 将之吞入到腹中 唉 可惜了 韩力还保持着挥手制止的动作 只是已经凝固在了原地 心中悠悠一探 那火焰怪鸟啊 见韩力如此表现 微微地歪了一下头 看向韩力 似乎有些不理解他的意思 韩力尴尬地笑了笑 摆了摆手说道 唉 罢了罢了 吃了就吃了吧 以后等我找回小白 让那个家伙看护院子 似乎也不错 说话之间呢 韩力已经收起了真灵血脉之力 重新恢复了人形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